长老教会卢凯宗会设立 七十周年感恩礼拜 在屏东大人科大盛大举行 共一千四百位墓长 弟兄姐妹聚集 卢凯宗会旗下共十九间教会 多地处三区部落 二零一零年 由族群区会升格为宗会 曾经历教会成长 也面临世代交替 七十年对一个民族来说 对我们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那尤其我们也透过这一次 召集这些青年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 勇士舞的一个表演 让他们知道 重视自己的文化之外 进而来感谢这位 创造我们卢凯族群的这位上帝 1949年 福音在卢凯族的好茶部落 首先种下种子 因着早期传道人的开拓 使得福音在六个部落陆续传开 成就了卢凯宣教六片花瓣的百合花精神 但随着工业化 现代化的影响 也逐渐冲击族人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的青年在都市工作或求学 因为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往往会忽略了他们的信仰 然后会迷失他们的文化 中会还有各教会 我们的目标应该责重在这个都市宣教 都市崛起加上老龄化少子化的挑战 使得卢凯会有每年虽有增长 但会有种数却下降 感恩礼拜献上手抄本圣经 与卢凯宣教白皮书 并举办青年音乐会 显示出卢凯宗会对于文化传承 与青年宣教的重视 像我们终生代壮年或是青年 也会看见到我们的松年老人家长者们他们的坚持 那在突破世代传承使命 我们也要继续去努力奔跑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卢凯族的百合花开 有更多的教会能够被建立 有更多的卢凯人认识上帝 突破世代传承使命 卢凯宗会众教会再次唤起青年们的团结情感 看见自己的使命 同心合意 不只在部落 更要将信仰传到都会区